这里是希腊的大门雅典机场 机场内外都是著名景区的宣传看板 整个机场现代化的设计中 带着古典的气质 可以感受到这个文明古国的魅力 给刚到希腊的我们留下很好的印象哦 从机场出来 对面就是通往市区的地铁站 很方便的 从雅典机场到市区 可以搭地铁 公车或火车 我们选择地铁 上车后广播就一直提醒乘客 注意自己的行李 据说有很多旅客 因为长途飞行路疲劳 一上车就呼呼大睡 下车时才发现行李不见了 其实所有的旅游书都说 雅典景运上的小偷特别多 所以我们也特别小心 经过一个小时的车程 我们抵达雅典的半点 刚从Metatsa Geo的站 一路走过来就发现 是不是走错路了 因为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的 可是也不错 因为这样有机会 可以看到雅典的另外一面 因为你看从这边 都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涂鸭 雅典的火车满满都是也是涂鸭的 从饭店往下看 火车站里都是涂鸭 感觉好像纽约最乱的布克林区 我们预定的饭店是位于 Metatsa Geo跟Larsis 两个地铁站之间 特别的是饭店顶楼 可以看到雅典市区和卫生景色 雅典有两个区是一定要认识的 地铁是在雅典最方便的交通工具 车票是1.4欧元 实现90分钟 不限次数搭乘 另外从雅典到机场的票价是8欧元 OK Metatsa Geo 我们饭店就是这边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 Sentagma就是献宝广场 这边其实就是算他们的市中心 很多行程就是在那边开始的 哦 车快到了 车行大约10分钟 我们抵达Sentagma宪法广场站 这个站是来到雅典 你必须认识的地方 因为从这里可以到大部分雅典市区里的景点 我现在就是来到Sentagma Square 然后是雅典的市中心 在那边就在我对面 就是有他们的国会大厦 他们的Parlement 然后今天只有星期天 可以看到他们的卫兵交接的 很大的仪式 所以今天我就先过去等待一下 宪法广场的卫兵交接 是所有旅游书推荐一定要看的 不过我们运气也太好了吧 还没看到卫兵交接 却在马拉松发源地的这里 遇到了四名马拉松比赛 据说马拉松的元旗是西元前490年 希腊联军在马拉松战役中 击败入侵的博士军队 希腊士兵Phidipides从马拉松跑回雅典 宣布胜利 之后力气用尽死了 后人为了纪念他而设的比赛 在马拉松选手穿越后 如果女生穿起来应该会蛮真的 因为这边有一个很漂亮的白裙子 上面还穿了丝袜 然后他们的鞋子上 就是有一朵花在那边 是很漂亮的 其实卫兵服装动作有许多含义 帽子的黑色长穗 代表希腊战士的眼泪 裙子有四百折 代表奥图满帝国 在希腊四百年的统治 鞋子上的线球 早年用来擦枪的 现在是为了造型 缓慢优雅的正步 代表着过去的痛苦 与独立的到来 看完卫兵交接 我们返回宪法广场 这也是雅典市中心的公园 步调缓慢而优雅 攀拳 鸽子 街头艺人 吊塑 音乐 在这里融为一品 从Syntagma Square走到这个街上 这个街上是叫Metropoleos 那这个Metropoleos的街上 最主要是 如果你看很远 如果一直走一直走 就会遇到一个跳蚤势场 来 跟着吧 这条阴墓街 与隔壁的Metropoleos周围 是背包客们推荐 一定要好好逛逛的区域 小街小巷里 有许多的惊喜 这涂鸦应该也算是吧 说到惊喜 这家店才算真的是惊喜 因为我发现了 希腊优雅的专卖店 而且店员知道我是台湾来的 居然给了我一大杯试吃 我们真的好好吃 希腊优雅的口感比较绵密 一般的吃法都会淋上蜂蜜 蒸果 巧克力酱等 也可以加入水果 都是很棒的搭配 顺着一模街直走 约十分钟路程 我们来到了下一站 哇 天哪 好热闹喔 我刚刚就是走Mitcher Polio 一直走一直走 走到这边 这边就是雅典的跳蚤寺堂 我听说你要找到任何的东西 这边就什么都有 只要你有够耐心就可以找得到 那听说这边的扒手也很厉害 所以今天要小心一点 我的背包还是往前背一点 OK 准备好了 一起去寻宝吧 这个广场结合了地铁 跳蚤寺场 米思 骨鸡 是雅典俊男美女聚集的场所 建议你一定要提早来 因为到了十一点以后 这里的人潮会多到爆 哇 你看 一边可以看逛跳蚤寺场 然后一边可以看骨鸡 很特别 这个就是Hadrian Library 一个差不多两千年前的 一个皇帝盖的图书馆 图书馆长得这样也太厉害吧 其实雅典到处都可以看到 这种的古迹 就是你一边看到可能 现在很现代的店面 然后还是很现代的素食店 然后这边就看到突然有一个古迹 可能几千年前的 Hadrian图书馆移植旁边 就是古罗马市场 他们都是古罗马帝国时期的遗址 这里聚集许多小商贩 在这里摆摊讨生活的人很多 你会遇到很有意思的人 你好 我是Linzer Linzer 第一个在欧洲 第一个在欧洲 对 而古迹图书馆旁摆摊的首创饰品 样式典雅 具有质感 非常值得来寻宝哦 这个一定要问一下 问清楚 Mister Boss Why do you have this 这让人脸红心跳的东西 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 Simbol for the power Simbol for 我最大的发现的是这个卖药草的摊子 希腊的农产品没有污染 价格又便宜 所以看到这些药草 马上吸引了我 How much is this? This is 2.0 2.0 Okay and then this is 1.0 1 and 1 2.0 2.0 Okay 可是当我买完药草 却遇到一个身穿白衣 热情又奇怪的女人 这位白衣的女子 她扮成街头表演着 四处跟人要钱 钱给的少还会生气 而且会继续跟你要偶 逛完千奇百怪的跳蚤市场 带大家找美食去 You can just eat like that? Yes 好特别哦 So the water is for the fr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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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cool What is this? Sweet coconut Sweet Inside is coconut Coconut And chocolate 吃吃看哦 Let me see what I got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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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w 这个椰子卷吃起来感觉很特别 像是干果 鸭汁 调味而成 这小小摊子 卖的几乎全是椰子的产品 有机会真要尝一下 在跳蚤市场这里 到处可以看到人所一个披达吃着 接下来就跟着Ivy 找这个希腊平民美味披达去 我终于找到了 这个应该没错吧 刚刚一直一整路走过来 都看到到处都有 人在吃这个披达的三明治 好像这个就是最有名的一家 披达指的是 这种用卷饼包入鸡肉或牛肉 鱼洋葱 干茄 薯条 酸奶沙拉的吃法 很幸运 它来到肉 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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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披达的鸡肉 对 在披达的鸡肉 像这样 它叫做肉 肉 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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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非常有名的 这 root passage会是川普 重新是川普 根据工作人员的说法 这家店的历史悠久 它的烤肉跟烤饼 是雅典公认最好的 所谓以这两样为主要食材的披萨 也被观光客视为极品美食 比我想象的难一点 OK 肉不必要疲弱 不必要做大厨 他说我切得太厚 OK 里面有什么 对 对 来给一些政策 很多政治人物 基于它的质量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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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有名啊 他说质感好有名到 连政治任务都来 据说这家店的烤肉 是非常有名的 所以连带的披萨 也供不应求 除了烤肉外 其他的希腊美食也都有 欢迎来与阿德里 欢迎来与克里斯 欢迎来与克里斯 这些人 他说你会吃 他说你会吃 他吃 不 他吃 他吃 他有一个英语的经验 他有限制的经验 在英语的厨房 他说你会吃 准备食物 和准备饭 准备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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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對 而且看到這麼多人吃 我一直流口水 現在終於自己可以吃 我剛剛有問清楚 其實因為我聽說 我聽很多人叫Pita 又聽到他們說Suvlaki 又聽到他們說Yero 然後我說明明就一樣的嘛 他說不是不是 Suvlaki其實是 是叫這種的肉 他說只要是這種的烤法 然後這種的切法 肉是Suvlaki 可是如果你做成這樣的話 就是叫Yero或者Pita 這麼大怎麼吃啊 你看裡面好多東西耶 好好吃喔 希臘菜是典型地中海料理 食用大量的橄欖油 這家店算是家族市 經營的傳統餐館 接下來繼續為大家介紹 幾樣知名的希臘菜 哇 這個很像他們千層麵耶 這個是他們當地的Musaka 這個怎麼吃 他說這個至少有四層 有一層肉 然後其他層 哇 這是不是整個層都是起司 好 吃吃看吧 嗯 這個真的好吃 真的有一點像千層麵 你知道嗎 像是用馬鈴薯做的 這個超讚的 Musaka香味濃郁 奶味跟肉味混合後 濃而不膩 多層次的口感 吃起來很特別 除了Musaka外 這希臘沙拉也是必吃的 你看這個就是最有名的希臘沙拉 有黃瓜有番茄 然後他剛剛說上面還要加這個起司 這個沙拉起司我最喜歡的 希臘過去對羅馬波士 土耳其等統治過 影視文化也深受影響 Pita 烤肉捲 葡萄夜捲飯等 都是這家店的名菜 來到雅典別忘記來到這裡品嘗 地道的希臘美味喔 離開餐廳Emo街上 正是歌舞生平之時 這一整天的行程走下來 真是太豐富了 其實我們第一天在雅典已經 我是覺得很豐富的一天 因為我們什麼都遇到 沒想到我們開始 往那個Metropoli走回 那個Syntagma Square的捷運站 怎麼突然聽到好多人的聲音 哇 我們遇到那種抗議的 示範 今年大家應該有看過 至少幾次有報導 希臘不是最近 鬧了還蠻多新聞嗎 哇 你看 我真的沒想到我來這邊 真的會遇到 哇 真的 怎麼過去啊 就試一下吧 冒險一下 哇 哇 希臘街頭的抗議遊行 新聞是常看到的 但是直擊現場的感覺 多了些緊張 因為遊行讓整他們地鐵站關閉 我們必須前往附近 Monestriaki地鐵站搭車 而這時的地鐵站裡 卻突然湧入了人潮 哇 結果一來 所有的人都衝進來 然後一直壓一直往裡面塞 然後被塞到一個角落的時候 我就開始有一種 怪怪的感覺 這種時候 如果有爬手的話 其實他們都應該會利用這個情況 然後我們坐一站之後 要轉車 門一開 我就開始被很用力地撞 然後很用力地壓到那個門 我跟攝影師被分開在左邊這邊 我兩個製作人 他們在那邊 然後他們就說 我們被偷了 我說 蛤 怎麼會沒事 讓我們重看畫面找爬手去 這個 還有這個 爬手是這兩個東歐來的非法移民 可惜找不到人了 建議大家出國 搭交通工具要小心 重要背包要背在前面報警 遇到人多時 別急著上車 由於導演的護照也被偷了 隔天一早 我們聯繫上 台北處希臘的代表處 來到代表處 重辦政見 提醒大家 出國還是要隨身攜帶 駐外單位的聯繫方式 以防萬一 我剛剛來到這個 Akropoli站 今天來看這個Akropoli 真的是我的夢想 我真的很期待 來吧 Akropoli意思是 在高處的城市 從這個地鐵站 往衛城的路上 有很多的紀念品商店 其實在希臘這種小店 真的很難多 而且你會看到他們擺的東西 都很有特色的 我剛剛跟老闆聊了一下 我本來以為這個是煙灰燈 然後他說 沒有沒有 這些是白色而已 然後我發現 他這邊 你看這老闆自己做的 去看販賓 對嗎 這都是他自己畫的 親手畫的 我們從台灣 我們從台灣 你知道台灣嗎 我知道 誰是這個 這是Pythagoras 我知道了 你知道嗎 我終於知道了 因為他還沒講過 我就知道了 因為我看這個 前面有數學嗎 然後我記得我們以前 就學到那個 A2 equals B2 plus C2 所以你看就是那個 三角形的 然後有一個 90度的 Pythagoras西元前500年 古希臘的數學家 而最實的希臘 在經濟 文學 藝術 哲學 都是最興盛的年代 而未曾正是那個時代 最精華的呈現 我發現 我剛剛 走了不到兩分鐘 這樣就已經可以看到 整個未曾的範圍 哇 真的很厲害 而且你看 聽說 他們每一天都還在 挖掘新的東西 所以是非常 搞不好 他們明天又找到 很大的驚喜了 好酷喔 我很期待看到 所有的那些神殿 那些神殿 那些神殿 我覺得一路走 是真的很特別 因為你可以從遠看到衛城 然後你一往衛城走 然後發現 這邊有街頭藝人 這邊有人在溜溝 這邊有人在餵鴿子 然後就覺得 這邊也太棒了吧 因為我會覺得 我走在這邊 然後聽到那個 希臘風格的音樂 感覺就真的 也配得太好了吧 因為就覺得 我走在一個 很完美的電影裡面 從地鐵站走到衛城 最後還要爬一段 五分鐘左右的山坡 才能抵達景區的入口 這是衛城入口 南側的阿迪庫斯音樂廳 它是三層式的建築結構 但圓形的劇場 直徑三十八米 鑑於羅馬時代 夏季這裡還有表演 可同時容納六千多人 很壯觀的 這些幾乎雅典都是 最發展的時代 就是BC差不多四百年前 然後到AD五百年 所以這個九百多年 就是發展得非常多 包括他們數學、哲學 然後他們政治 都發展得很酷 可是最妙的是 同時在中國 也在發展得很可怕的 那時候有Confuse 有孫子 所以你看西邊 西邊、東邊 都同時在發展 是不是都是外星人啊 衛城新建石 是希臘最強盛的時代 它是結合了防衛、藏寶跟神廟 等多功能的建築權 哇 終於到了前門了 哇 這邊就是 那個整個衛城的Propelia Propelia 他們希臘文的意思就是大門 然後這個就是衛城的大門 哇 真的 好大喔 而且我看到 從最底下到柱子啊 全部都是用大理絲 好豪華喔 我聽說原本就是 幾千年前就是 最原本的設計師 他是希望 用這些柱子 然後這些設計 然後讓大家看到的時候 會心裡感覺很 很溫暖 很有平安感的 哇 真的喔 好難想像 這個要做起來 到底要花幾年啊 哇 據考證這個山丘頂 在西元前五世紀 已經建有雅典納的神殿 多次戰火破壞重建 如今保留下來的是殘破的遺址 你有沒有看到這些很大的柱子 其實從遠看的完全不一樣 因為從底下看你會覺得柱子都是直的嘛 就是都是同一個粗度 可是這樣看 因為我們現在是平行的 可以我們發現 哇 上面其實是比較細的 所以柱子是這樣的 不是直的 那設計師真的好厲害喔 這個是小細節喔 哇 未成山門這裡的列柱 叫多爾克柱 據說是世界建築史上有名的希臘列柱的一種 順著人潮穿越山門 看到偌大的廣場上的建築 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真的親眼見到了 哇 我看這邊 這邊 這邊前面這一區 這個很大的 這個就是 Parthenon 你們一定有聽過吧 可是其實我個人還蠻有興趣的 是這裡 這個區塊 其實感覺是有點破破爛爛的 可是這個神是我自己是很喜歡的 因為他的神是Artemis 然後他是保佑婦女 然後尤其是他會幫忙女生撐傘 然後如果想懷孕的話 我就覺得哇 這個神太好 來到未成不能不提到 希臘神話中的兩位神之 第一是雅典娜 她是掌管神界的 Zeus 與智慧女神Maitis所生的女兒 第二是海神Poseidon 她是 Zeus的兄長 她掌管大海 脾氣暴躁 而接下來我們來到了神殿 就是供奉雅典娜的神殿 哇 有看到嗎 這個應該算是未成最有名的 因為是最巨大的 是叫 Parthenon 哇 這個真的好酷喔 其實我看到我的旅遊書寫的 裡面以前看的比較明顯 就是他們在旁邊都會刻 以前發生的故事在上面 而且這個故事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雅典是叫雅典 其實以前雅典跟海神 其實他們兩個都想當這個城市的守護城 所以他們就是做一個比賽 然後兩個都拿了他們的手杖 然後海神是先敲 他先敲到 然後出來的就是海水跟鹽巴 他能力讓這個地方出海都平安 雅典娜他很厲害 他的手杖一打到那個石頭 出來的就是橄欖樹 那到最後 因為兩個都好 可是還是雅典娜贏了 所以為什麼這個雅典是叫雅典 因為就是雅典娜是贏了 其實關於雅典娜與海神比賽的傳說 有很多種的說法 有說海神超出不是海水鹽巴 而是代表戰爭的戰馬 不管如何 最後勝出還是超出橄欖樹的雅典娜 實際未成的興建 是為了歌頌希臘打敗波斯的勝利而建的 整個廣場其實有許多建築 目前僅存巴特朗神廟與 Erechtheon神廟 這個Erechtheon這個很酷耶 因為其實除了巴特朗 這個也是非常有名的 這個以前很多雅典的很多不一樣的國王 其實他們的都埋在這邊 所以其實隨便在這邊挖 搞不好會挖到國王 而且這個最好笑的是 這個我本來不知道 我本來只是知道這邊有六尊的處女 我是因為經過了別人的旅遊團 然後我就站在那邊 就偷偷摸摸的 站了差不多十分鐘 然後聽了整個故事 我就哇原來如此 而且他們說 你看到這邊的有六尊的處女嗎 然後以前比較明顯 因為他們的身上每一個裝扮 然後表情啊 肢體動作都是不一樣的 這就是著名的處女列柱 她是用六尊女神雕像來支撐屋頂 在整個衛生建築裡是很特別的設計 許多雅典觀光宣傳罩裡常可以看到 跑到Electrian的另一邊就可以看到 裡面其實可以看到嗎 他們其實有很多工程還在進度 不知道他們是要在修復還是要在建新的東西 因為其實現在全世界很多那種觀光點都已經開店了 然後可能走到很古老的地方 然後有一個店面在賣東西 哇 希望不會有那一天的 好 反正接下來我帶你們去看一個觀景台 聽說在那邊整個雅典都可以看到 包括我們之前在那個獻法廣場 應該就在那邊前面有那個希臘的旗子 這裡就是那個高景台 哇 來到這邊真的什麼都可以看到 你看 因為其實整個雅典是繞著這個衛城來建的 所以其實從衛城你整個360度雅典都可以看得到 哇真的好美 包括你看我們昨天就在那邊獻法廣場 就是那個黃色的 然後就是一路走到那個Metripolis 然後就是往那個跳蚤市場走 你看右邊這個 這個就是ZEUS 就是那個神的最老大 ZEUS的那個神殿 哇真的好美 然後最遠的你看那個很高的山 那個就是雅典的最高點 我們接下來也會去那邊 很期待 從景觀台遠眺雅典市區 可以感受到衛城所在位子之重要 過去Partheland曾被當成金庫 天主教堂 清真寺 回藥庫 想想這座神殿的命運 還真是坎坷 對 如今有價值的文物 都保存在新衛城博物館中 新衛城的博物館 其實不管是不是從外觀的建築啊 裡面的內容 還是裡面的藝術品 其實都非常吸引人 因為其實一到那邊 我就看到了 你還沒進博物館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弟弟 就是有哇非常多古蹟 然後哇這個是怎麼發現 其實是他們在蓋這個博物館的時候 他們就是挖到這些古蹟 那他們一發現了 就把它保留起來 然後這些古蹟 是差不多從BC400年的一些 一些澡堂啊房子 一些小村子 所以我就覺得 其實這個是雅典政府 做得非常棒的一個一點 2009年才開幕的新博物館 據說耗製六十億新台幣 歷經三十年才完成 裡頭收藏著 西元前五世紀的各時代文物 我現在就來到這個 衛城的博物館的三樓 你看 哇到處都是看到這些 像是吊像 其實像我們在衛城 比較沒辦法看到的是 很詳細的details 可是這邊都可以看到很多 你看 哇這個是大理石書 這個是以前真正的原本 那這裡可能是 他們用restoration 就是把它復原了 可是也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以前穿的穿著啊 然後就是一條布 包括他們用的馬 然後什麼都可以看到 然後什麼都可以看到 而且你看 我們這邊是什麼 就是衛城了 好酷喔 這個view太美了 博物館的陳列 是以 Parthenon神廟的規制來擺放 在這裡可以近距離的欣賞 原本高高在上的吊塑很精彩的 我一開始在想 可能不用去博物館 因為我是那種個性是很喜歡 親眼看到那個地方 站在那邊然後拍一些照片 去了解就夠了 可是有時候我會覺得博物館 會不會比較無聊 因為只有一大堆資訊 然後照片而已 可是我發現 未成的博物館不會 譬如說我進去到裡面 一開始就看 看他們播放的一個DVD 然後我那時候才知道 那個的Parthenon 有四面嘛 然後每一面其實是講不一樣的故事 然後有一面 我記得我印象比較深刻 就是人跟人偷馬 馬頭人 反正他們就在打戰 那一個圖片一個圖片 都在講這個故事 是非常特別的 這些雕塑表現著 希臘古典藝術的特質 在未成博物館中 僅存複製品 真品保存在大英博物館 如果你不到這裡 是無法感受 Parthenon精華的部分 隔天一早 我們便往Armonia區走 今天 愛要帶你們 深入體驗雅典人的生活 我們往小巷子裡鑽 發現一間可愛的小教堂 終於找到一個教堂 願意給我們看一下 東真教 或稱希臘真教 是一個古老的宗教 走在雅典 很容易可以看到教堂 有的是好幾世紀的老建築 我們在這裡 遇到兩位熱情的阿姨 親切地告訴我 這裡有位神明 超靈念的 這裡有位神明 超靈念的 很不錯的感覺 得知這位神明神通廣大 趕緊點個蠟燭 保佑我們此行拍攝順利 到了 找到了 今天一大早 我決定了 還是要帶大家看一下 我們的中央市場 因為 我自己的想法是 你去每一個國家 你還不熟悉的時候 最快熟悉的方式是什麼 你去他們的傳統市場 因為這樣你可以看到 他們每天吃的東西 他們會煮的東西 包括他們怎麼談價錢 都可以知道 所以今天就特別一大早來 我們來看他們的市場 是怎麼樣的 搞不好裡面都是 Yogurt跟Pita 趕快去看吧 目前看到很多肉 可是我發現他們的 他們的傳統市場是很乾淨的 而且 哈囉 你看地上都是很乾淨 都沒有什麼 都沒有什麼血 這是中央市場裡的肉飯區 感覺很大 很乾淨 外的肉品擺放也很整齊 看起來還挺可口的 這可能是腿肉吧 吃得好整齊喔 而且他們擺得都很漂亮 其實真的是 看了都會比較舒服 我發現這裡肉餅的價格 與台灣差不多 一公斤的豬肉 大概是200元台幣 當然看部位不同 價格也會不一樣 逛著逛著 居然發現 哎呀 連兔子肉也有賣 看完肉飯部 帶大家去呼吸一下 地中海的氣息 現在就來到魚市場這邊了 這邊還有豬腳 美麗 你看 你看他們擺的方式 都好漂亮 你看連豬腳 都可以看起來這麼漂亮 就是很規則的 這個很漂亮 牛腳 不是豬腳 是牛腳 真的好多東西耶 真的好多東西耶 我開門門 開門門 開門門 你的名字嗎 麥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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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對 他要帶我到哪裡啊 開門門 阿拉斯特佛 你會殺我嗎 你願意 如果你願意 我會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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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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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 攝影師不要你進去 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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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願意 喔 哇 好漂亮喔 新鮮 新鮮 漂亮 原本以為倉庫裡藏著神秘的寶物 原來只是一些新鮮的番茄 不過老闆的熱情讓我決定幫他賣點水果 回報一下 嗨 3 3kg OK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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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 超級 大 大 小 7 2 一 你 我 是 大 你 我 一 一 一 謝謝 謝謝 2歷史 給我嗎 OK 謝謝 OK How do you say How do you say How do you say in Greek Buy the vegetables Ela E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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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了什麼 好像什麼什麼什麼 蕃茄大概這樣 出來了海鮮的市場的時候 我們還走到那個 賣水果蔬菜的 那邊就遇到我最喜歡的一個老闆 因為我一看到他 然後他就是開始跟我聊天 一直看他 一開始我就 我覺得他很像那個Robert De Niro 你看 然後你就 你看 就像你 可愛的明星臉老闆 難得的賣水果經驗 雖然不捨 還是要繼續我們的旅程 離開前 當然要跟偶像來張合照囉 真的好有趣 我發現希臘人真的很有熱情耶 你看明明就是Robert De Niro 跑來這邊賣蕃茄 怎麼那麼像 希臘有充足的陽光 肥沃的土壤 蔬果大多長的美麗之多 各大 希臘人用簡單的方式製作沙拉 水煮蔬菜湯再淋上橄欄油 就成了美味的地中海料理 說到橄欄 我們發現離家賣橄欄的店 好多橄欄耶 其實橄欄就是地中海的 所有的國家的名產 算是名產 而且聽說希臘的橄欄是特別好的 哇 怎麼有這麼多顏色的啊 這個紫色好特別 其實我好像沒有真正的吃過橄欄耶 真的很像 我吃了一小口這個很像 可能吃灌了橄欄油的感覺 哇 但是 以前的味道怎麼那麼豐富 哇 這橄欄雖然鹹 但是風味獨具 趕緊找個當地人 來請教一下 你放少許油 少許油 然後你只吃一瓶嗎 或是你吃一瓶嗎 大叔告訴我 這醃製橄欄是用辣椒 胡椒 橄欄油 檸檬 桂花 冰糖等醃製而成 是希臘家家戶戶必備的食材 做菜 拌沙拉 當下酒菜都很適合 最好是搭配麵包一起吃 因為鹹香的味道 可以把地中海的氣息封存在口中 好 謝謝 謝謝 現在知道了 那這一小坑我就慢慢地 一邊走一邊吃 市場這一區如果仔細喬 仔細逛 到處是驚奇 我就覺得 這是賣道具的還是什麼 是萬聖節的店嗎 所以你們在這裡煮的餅乾嗎 對 這是 這是 酷 好酷喔 是真的嗎 是真的 中央市場周邊這一區屬於批發區 有點像是台北後火車站的批發市集 生活用品 藥材 香料 肥皂等 什麼都賣 價錢比跳到市場那賣得便宜多了 市集希臘語叫安哥拉 看完現代安哥拉 繼續帶大家到古代安哥拉去見識一下 哇 這整區都是Ancient Agora 就是雅典以前的市中心 以前這個地方其實是整個城市應該算是最重要的地方 因為所有的會議室啊在這邊 然後這邊也會有買賣東西 也會有運動比賽 什麼東西都會有 最重要的我自己覺得是很多很聰明的人會來這邊討論 他們對可能那個景氣有什麼想法 政治有什麼想法 所以其實很多人會說Democracy就是算是民主主義 就是從這邊開始的 這也是古雅典的商業和城市的中心 在這博物館裡有很多出圖的雕塑 像是藝術品一樣很值得欣賞 另外對面山頭的Hefez John 屬於Parthenon是同一時期的建築 卻保存得比較完整 我們在雅典的旅程還會發生什麼事嗎 來到OYA這邊其實大部分都是餐廳跟飯店 現在淡季都沒什麼開的 可是我應該不介意吧 我進去 哎呦 因為其實是不允許的 可是來偷拍幾張照片應該沒關係 哇 因為其實如果你們來被季節隊 你們一定要來這邊看一下 一定要 因為這邊的景觀跟路上的景觀完全不一樣 這邊整個海邊都可以看到 又是火山 真的好漂亮 淡季來其實還滿悠閒的耶 因為你看一個人走在這種小路小巷子 然後我會看到一些動物啊 然後看到就是可以自己 以自己的時間然後觀察拍一些照看風景 真的是不一樣的感覺 因為我們去很多旅遊的地點就是 會聽到很多雜音啊 還是很多人要賣東西啊還是要找你 可是這樣就哇 真的好安靜而且好舒服 我覺得可能也是跟這些顏色有關的吧 因為比如說在心理學他們都會說 藍色是很peace的一個顏色 就是會讓你心裡達到瓶頸 然後白色也是很乾淨很舒服的顏色 所以我就覺得哇在海邊 而且配這種藍白顏色 然後都沒有什麼人 哇我真的感覺很像休息了一個十年了吧 當身邊走過的不再是觀光客 而是當地人時 那種感覺是很親切的 前逛時我們巧遇了來自 Bulgaria的帥哥Vlad 他已經在Santorini六年的時間 應該有很多經驗可以跟我們分享 對現在是下旁的時間 對? 對 對你喜歡下旁的時間 或者是 tourist時間的比較新嗎 嗯 它是不同現在 不會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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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想要做水平 那就好想要做到水平 好 太冷了 對10天天天氣是不好的 之前那天天氣是不好的 很乾淨 如果你想要做水平 我們要去做水平 太冷了 太冷了 你有聽到 在Santoree有一個很著名的教堂 我看了很多照片 所以你想找到它嗎 對 我在搜尋教堂 我看了很多照片 你看海洋嗎 對 我就看了 對嗎 來吧 來吧 很棒 不管是淡忘記 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很多模特兒來這裡拍照 Flad帶我們走每五分鐘 就到了著名的明星片拍攝點 所以兩教堂在這裡 哦 所以現在是閉上嗎 它是公開的 它是不開的 就像是V&A 哇 所以這是最有名的教堂嗎 因為我看到所有的照片 對 所有的帳簽 對 所有人都來問二教堂 因為有很多教堂 每個地方都回到 但是這些都是在帳簽嗎 對 在歷史 以前 我不知道為什麼要開始 因為人們要付錢 然後建造房子 所以如果建造一個教堂 在旁邊的房子 他們不會不會付錢 哇 我現在了解 為什麼到處都看到教堂啊 他們說只要你房子旁邊 或者房子那邊建了一個教堂 就不需要繳房地稅 其實還滿聰明的 非常有趣 這地方是岸上 哦 一個小的 那裡還有教堂 那裡是教堂 對 海岸上 哦 只有一個教堂 對 這是教堂 甚至那裡 他們會去船 然後在教堂 然後可以開始 像那種小小的四人島 都是他們建了一個小教堂 哇 希臘人真會省錢耶 來 藍建議我們可以走近一點 尋找自己喜歡的角度拍攝 走 跟我找個好角度去 我也要拍自己的 哇 我現在終於知道 為什麼大家都要來這邊 然後拍這個 就是這一個風景 因為真的是很漂亮 而且我們剛好運氣好 因為淡季來 所以通常我相信 應該有很多觀光客 都要搶這個位置 然後可能很難不拍到人 就是你拍到什麼 都一定會有人在裡面 你看 今天還可以拍一個 空空的很美麗的畫面 就真的不錯 哇 看著下雨了 對 等再明顯一點點 開始下起小雨了 我們趕緊回歐亞的主街上 原本這裡有很多特色的手工座房 可惜大多沒有開店 不過既然來了 還是去逛逛吧 有一些店有開的 還滿漂亮的 哈囉 這麼漂亮 都有那種希臘風格耶 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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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錢? 這錢是50% 12%? 12% 不是太貼了 這個衣服是多少? 我不懂 這裡 對不起 我一直把他當服務員 OK 最初的價錢是59元 現在是30元 30元 哇 好酷喔 沒有沒有沒有 這希臘式毛衣有多種穿搭方式 真讓人大開眼界 原價一件60歐左右 下沙五折 二話不說 我只願買了四件 這裡的手工皮件也很有質感 特別吸引我的是這個火山石項面 這是從那邊的火山石頭 就是對面的火山石頭耶 我聽說這個放在水族箱 可以讓水族更有營養 所以如果你養了一些小植物 可以讓他們活力更好 可是 已經做成這樣 還是不要放了 很可愛耶 而且很有意義的 我喜歡這個 有些人在島上 他們製作很多小石頭 用火山石頭 對 OK 那我覺得等一下 這個太特別了 還是要買一個吧 OK 我可以放這個箱子嗎 對 OK 你看今天就大豐收了 哇很開心 我買了四條像圍巾的毛衣 還是像毛衣的圍巾 反正都很有希臘風 然後還有那個火山石的小項鍊 小手鍊 哇真的 今天逛了OYA一下就真的很開心 可是 已經 已經不完還蠻晚了 我們現在 暫時OYA的行程 我們今天就結束了 好 哇 我們今天已經是第三天在Santorini 然後我們這兩天都住在OYA 最西南邊的這邊 幸好我們早上起來 你看 還是有看到一些小陽光 只是可惜 我們今天晚上會往北 會往OYA 然後今天晚上是住OYA 然後現在往北看 所有的烏雲都集合在那邊 所以 不見得再晚一點 天氣會這麼好 可是 在OYA 這邊真的是很不一樣的感覺 所以不會 不會那麼的熱鬧 可是真的很棒 因為你會看到很多大自然 然後這邊很多動物 然後比較少人 尤其是淡季的時候 我不知道今天 住在OYA 會怎麼樣 可是今天我們因為 現在天氣還很好 所以我們就趁時間 趁機會 帶你們去看 Akratiri這個區域的一些古蹟 聽說 有跟外星人有關喔 Akratiri這裡有座古城 據說是希臘人的驕傲 在四千年前 曾創造偉大的文明 接下來就跟著我們去尋找 這個蕭斯的古文明吧 這邊就是來到Akratiri的 以前的古蹟 然後這邊聽說是很久以前 就是西元前四千年 所以真的很久以前 然後差不多西元前一千六百年 就是到有一個很大的火山 然後它的火山就是破壞 所有那時候的文明 可是聽說就是Plato寫的 Atlantis的人 就是從這邊來的 因為你看從這邊可以看得到 這邊就是有火山熔岩 然後下面就是以前 應該就是他們的文明的 原本的建築 所以從這樣就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很明顯就是有兩層 然後之後火山爆的時候 就是被蓋住的 所以我自己還蠻相信的 這個就是最原本的Atlantis 而且像很多人也認為 Atlantis搞不好以前有可能 外星人的關係 因為他們說那時候的文明 是太發展了 以那時代來說 他們的東西他們的科技 都是非常的發展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 搞不好來到這邊 就是以前外星人來的地方 我繼續看一下吧 在Akateri出土的古城 已有三四千年的歷史 目前博物館中 可以看到完整的古城形式 鋪石街道 衛生設備 還有數量龐大的頭罐 真的是令人大開眼界 我相信這裡 或許就是消失的Atlantis 也說不定 離開博物館 我們往山丘上走 希望能看到整個Akateri全景 沒想到上了山丘 哇 期待已久 美麗的藍色大海 你終於出現了 趁著陽光普照的好天氣 我們帶你前往Fira鎮上逛逛 我們帶你前往Fira鎮上逛逛 趁著陽光普照的好天氣 我們帶你前往Fira鎮上逛逛 哇 真的 今天天氣這麼好 我們就是先決定 來停在Fira小鎮一下 因為我發現這三天 都沒有時間真的看到Fira 那Fira真的就有旺季的感覺 因為其實就算淡季的時候 你看還是很忙的 因為這邊就是算他們的商店街 然後如果裡面就有一條一條的 一條的小巷子 然後更多店 然後再往裡面就是往海邊 然後會有比較多民宿跟小咖啡廳 所以這邊就是很像小迷宮 然後每個轉角就有新的驚喜 是很棒的感覺 那這邊其實雖然很小 可是每一種店都有 幾乎什麼都可以買得到 光看到有牙醫 有旅遊社 然後有SPA 然後當然就是有我們 好久沒吃到的Pita 突然好像把層級的Fira小鎮 給叫醒了 突然間充滿活力 散發出白色天堂的魅力 散發出白色天堂的魅力 這邊的景點也太美了吧 哇 剛剛在小巷子就是一直逛一直逛 真的逛不完耶 有很多小小的店 然後就很可愛 真的 如果有機會來這邊 可以好好的花兩天的時間 就是一直在小巷子一直鑽一直鑽 是真的很多很有趣的 那這邊如果因為還蠻像迷宮 反正如果迷路的話 你就往海走 然後就是會接到這條 就是沿著海邊這條 哇真的好棒 這邊的感覺也蠻像那個 Oia那個海邊的餐廳的 其實Fira給我的感覺 很像九份三層 但多了些陽光浪漫的情懷 五顏六色建築搭配絕美自然 很適合用漫遊的方式感受這一切 今天太陽光公真的對我們太好了 你看已經三點半 大家還沒被追走 哇真的很棒 今天感覺我們的願望 就是可以看到全世界最美麗的夕陽 應該可以達成 那我們要趕快往Oia走 因為我們才要找我們的 今天住的地方 是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洞穴屋子 走吧 既然Fira都這麼美了 那Oia肯定更美 我們趕緊開車上路 希望能趕上拍攝夕陽 哇太陽快下了 它現在在哪兒 我們走近就一直在這個 這個街上 可是我沒注意到 就是這邊 最後夕陽因為雲層太厚 根本就沒出現 我們住的民宿 是當地的穴居屋改建的 看房間佈置 就知道價錢比Agritiri貴一些 帶你來看看 來 我帶你去看我的陽台 最過的是 有自己獨立的一個小陽台 哇 而且從這邊就可以看到整個海 然後所有其他的小民宿小咖啡廳 而且這種的天氣做在外面剛好 不會熱可是也不會冷 這個民宿每個房間都擁有無底海景 工作人員住的家庭間 還有個超大的客廳 兩個房間都很乾淨 綿芽 這一夜我們就在愛情海的浪漫氛圍裡 沉沉的睡著 隔天一早老天爺送給我們一個超美的日出 相信今天又會是一個拍攝的好日子 哇 早安 今天第四天在Santorini 好像真的運氣太好了 因為感覺上會也是一個大晴天的 真的太棒了 昨天住了Oia 是我們唯一的晚上住了Oia 然後發現Oia真的很不一樣的感覺 因為基本上在Oia 只要你住這種這個峭壁上的所有的民宿 都是有很棒的view 而且像我這一間就是有獨立的小陽台 然後你看旁邊還有這個藍屋頂的教堂 真的是很像我坐在明星片旁邊的一個民宿 真的很棒 那基本上我發現只要來到Oia這邊 就真的會覺得自己變得好懶喔 而且什麼都不想做 因為就一整天我就可以躺在這陽台 然後曬個太陽 然後喝一點咖啡一點果汁 然後看一些貓狗經過 就覺得難怪大家都說來到希臘就真的會變藍 不是不好的 偶爾變藍也是很不錯的感覺 那我們回亞典之前還有一點點的時間 我會帶你們去看幾個很棒的Santarine的經典 我們出發前我還要趁機會先Lazy一下 因為我好不容易有這麼舒服的懶惰的感覺 可是是OK的懶 趕快躺一下 我這個角度就剛好就是一個很有名的明星片的風景 你看到嗎 有幾個風車在這邊 主要是大家來拍這個view 那如果你在Oia然後你走在這個Main Street主要的街道上 然後你注意看一下喔 這個鐘樓對面往海就是有三個藍頂的教堂 然後非常漂亮 然後這邊會有幾個小巷子可以鑽進去 然後自己找一下角度然後拍一下照片 自己拍明星照也是不錯的 現在我就帶你們去看看喔 這邊看一下 剛剛你看 就是一個三個藍色的屋頂的教堂 真的好棒 我們前幾天其實有帶你們去看 記得嗎 就是遇到那個Servia的好朋友 然後他帶我們去看另外一邊的 今天我們就站在右邊的 這個角度我覺得更特別 因為比較少人從這邊拍我覺得 所以你們來到這邊可以走不一樣的巷子 就是有不一樣的角度 還蠻特別的 有陽光Oia真的是處處美景 處處是驚喜 繼續帶大家到另一個景點拍攝地 然後你們看到這個藍頂的教堂嗎 看到這個就往海邊走 然後就可以看到我們那天那個Servia的朋友 帶我們去的看的 經過這個像是藝術創作的牧子大門後 就是三座藍頂教堂的拍攝地 我這邊一定要好好地拍一下 美其實是一種感覺 是一種感動 經過三天的等待 終於帶大家看到Santarini上最美的身影 它是地中海上最誘人的明珠 是愛情海永至不滅的象徵 我在這裡看到了藍白天堂 今天就是要回亞典的飛機 那真的是心情有一點捨不得離開Santarini 可是沒關係以後還是一定會找機會回來度假 因為這邊真的實在太棒 而且要感謝老天爺真的幫了我們很多 而且給了我們看每一天的不一樣的Santarini的一面 那接下來我們會帶你去看Etolico 就是可以看到一個不一樣的希臘的文化的一面 就是烏魚子 來喔 不要懷疑你真的沒聽錯 不只是台灣希臘野產烏魚子 而且還號稱是完全天然舉的 全神手工製作的地中海美味 希臘烏魚子吃起來跟台灣的又有什麼不一樣 接下來就跟著烏魚子專家Lila的腳步 來去Etolico看看 剛剛我們一下飛機到雅典就租了一台車 然後往Etolico 可是到那邊還要很久 所以我的朋友Lila就中間帶我們去休息一下 然後來到這邊看一下她的朋友的酒莊 提到葡萄酒 大家可能會直接聯想到法國和義大利 其實同樣位於法蘭地中海地區的希臘 也是葡萄酒的大本營 這次Lila帶我們來到這家酒莊 雖然規模不大 但由於其獨特跟釀製的技術 生產的紅酒口感特別醇厚 來到這裡當然要好好品嘗一下囉 哇 哇 你像個醫師 像個醫師 像個醫師 所以首先像這樣 就是喝酒 讓它混合起來 你必須要在某個方向 對嗎 對 沒有 沒辦法 做這樣 因為泡泡 有一個特別的方式 要保持它嗎 最重要的是 不要保持它 因為它是溫暖 我使用它這樣 它說只要不要窩在上面 紅酒的學問真的很大 除了醒酒的方式和對溫度的要求外 就連入口的技巧都很講究 聽完專家的解說後 頓時感覺悲衷的紅酒更有味道了 我品嘗紅酒的樣子 是不是也變得很有價勢了呢 到達Atolico的時候 已經是晚上九點了 原本以為可以吃晚飯 然後休息 沒想到熱情的Lila 還安排了我們參觀一間 當地最有名的畫廊 你們是我的朋友 Sotiris 你好 Sotiris Ivy 很高興 Sotiris 很有熱情的 我覺得已經可以感受到它的熱情 大家在Atolico 很友善嗎 對 開放 謝謝 謝謝 原來這家博物館 展出的是Atolico 當地的一位女藝術家 Vasel Katracki生前的作品 展出的內容很豐富 除了有關Atolico 這個小漁村的一些生活寫照外 還有很多涉及希臘過去 被土耳系統治時所造受的不平等待遇 在負責人Sotiris和Lila的解說之下 我們慢慢地走入了Vasel Katracki的藝術世界 參觀完博物館後 Lila帶我們來到正上一家 相當有特色的餐館 Lila帶我來吃晚餐 終於可以吃了快十點鐘了 哇 希臘人的生活真的跟我的很不一樣 我最近真的是九點多我就已經睡到了 我真的 我們都整個團隊都已經快餓死了 然後來到這邊就哇 終於可以吃這些滿桌都是菜 既然這麼多菜我們一定要趕快 不然我們到十二點還在吃 OK Yeah let's eat Let's eat 喔 美味 OK 在肚子快餓點的時候 面對著一整桌的菜窯 真的是不需要說太多的話 用力地給它吃下去就對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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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從昨天 Lila一直跟我說 就是這個小鎮有多棒 可是很可惜 是因為我們昨天真的很晚到 所以什麼都看不到 然後其實看起來像不完全空的 然後今天起來就整個正活起來的樣子 真的很不一樣 看起來很不同 對 然後他說一大早要帶我來 你說我們來這裡嗎 對 在這裡 喔 來看魚 OK 哇 這裡有很多種類 很多種類 這些都是從這個地方 對 Adeliko它其實是一個被鹽湖包圍的小島 島上的多數居民都是漁夫 世代靠著捕魚為生 所以很純樸 也很熱情 在這家賣海鮮的小店裡 發現了一種魚 一種很面熟的魚 我認為在台灣我們也有這個 對 你也有這個 這也是 這是黑鮮蝦 黑鮮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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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對 所以這是烏魚 烏魚 烏魚 烏魚就是烏魚 我們可以切一塊 可以看到嗎 當然 好 它看起來像一個小孩 像一個小孩 真的長得好可愛 你看它的嘴巴嘟嘟的 然後有一點感覺在鬧的 那種表情 這是烏魚子 對 正確 你怎麼說的 阿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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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得跟我們台灣的烏魚子 真的很不一樣 你會帶我去看河湯嗎 當然 我們會去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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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喜歡捕魚耶 我很期待學到新的捕魚方式 我們可以去嗎 好 好 很酷 Ado Lico的小鎮並不大 差不多一個小時就可以逛完 除了豐富的漁產 和純樸的人民外 Ado Lico最讓我感興趣的 就是他們的建築 好有感覺耶 我愛這個 很漂亮 Ado Lico真的很美耶 我覺得感覺這種的地方 就是我會選擇住的地方 我其實偷偷也在觀察 有沒有空房子可以租回來 哇 這個很可愛 這個比較新 對 這個比較新 這比較新 好可愛 你看 這類的石頭 是很傳統的 可以長百年 對 這裡的房子 年紀都很大 隨便一動 都有兩三百歲 甚至有著更悠久的歷史 接下來呢 就要正式進入今天的重頭戲 出海捕魚 這個船夠大嗎 夠大嗎 夠大嗎 夠大 夠大嗎 夠大嗎 對,不要緊 好 從小鎮上到漁場 還有一段很遠的距離 所以我們必須先搭快艇 然後再換成漁船 滿足的 對啊 天氣真好耶 因為出太陽 可是本來這邊應該天冷一點 可是出了太陽就剛剛好 對啊 真的 好想開一下船 吹著海風 呼吸著略帶鹹味的空氣 在欣賞美麗湖光散熱的同時 心胸也感到無比的開闊 帶著最愉快的心情 我發現了一個很神奇的地方 你看這邊有一個海上教堂 我剛從遠看了我在想不跪吧 又看到很大的十字架 真的很神奇耶 我從來沒聽過有海上教堂 從來沒有聽過教堂能夠帶在海上 有幸來到這裡 當然要上去看一看 哇 OK Faymila說 捕魚之前都是要先來在這個海上教堂提一下 所以我們在這裡做什麼 我們每一次都要先祈求一下 然後祷告一下 就是啊 老天爺幫我們一下 今天希望可以捕到什麼樣的魚 很多魚 很大的魚 今天我們也要先來禱告一下 因為我應該算是捕魚 不是很厲害 小時候會釣魚 可是捕魚就不太會 那我要好好的禱告一下 我要好好的禱告一下 你帶我去去嗎 OK 祝魚 OK 走吧 聽完了故事後 Lila帶我到教堂裡參觀 一方面介紹著教堂裡的繩子 一方面也跟我解說 漁父們出海捕魚前的禱告方式 之後我當然也點上蠟燭 誠心的禱告 希望今天的行程能平安順利 其實他們點蠟燭我發現 就是根本就像在台灣點香一樣的 就點一下 禱告一下 然後用右手擦 你看台灣人來這邊拜拜 還是禱告 就是也是很順手的 OK So we do our cross 對 OK And then we say Oh dear God Thank you for the full nets Full nets that we are going to have today OK Something like that OK 這座海上教堂 除了是漁夫們的信仰中心外 它也可以算是個休息站 或說是地風港 太早期因為漁船的馬力不夠 沒辦法開航快 所以漁夫們從鎮上到漁場 要花上幾乎是一整天的時間 為了能有個地方休息 能有個地方躲避狂風暴雨 於是漁夫們就建造了這座教堂 Wow This is for This is not breakfast is it? This is breakfast 天啊他們早餐都吃這麼高級的 看一下 哇早餐都可以吃烏魚子耶 好酷喔 他們 他剛剛有跟我說 早餐他們都吃這樣的 所以這邊的人很長壽 拿烏魚子來當早餐 有沒有搞錯 印象中 台灣的烏魚子 大部分都是拿來當下韭菜 要不然就是配飯吃 從來沒聽說過 一早就拿來吃 Atolico的烏魚子早餐 到底好不好吃呢 So we're gonna have the typical breakfast for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This is the fish roo With the fresh bread Is this considered raw or Yes Oh this is 生的 But it's not the roll that you know It's not just open the fish and eat it Oh okay We take the rolls of the fish And then salt it Oh yeah But not so much I see so this is wax Yes the outside covering is wax Is it for preserve 其實很像做起士一樣的 It's like making cheese Yeah it's the same A little bit of salt Yes Smells like ocean But it's not very salty Yeah And it's not too fishy No 味道跟台灣的台灣賣的烏魚子好像不太一樣 因為台灣的味道其實比較重 而且摸起來有點綿綿的 其實很像我們的番薯 所以真的跟我們的烏魚子很不一樣 看我摸了半天也聞了半天 觀眾朋友們一定迫不及待的想知道 這邊的烏魚子吃起來是什麼感覺 You try to wash your mouth with that 開始是鹹 接下來就開始有一點酸 一點點的檸檬酸味 然後到最後開始有點微甜 然後有一點creamy的感覺 嗯哼 It's so good So this is an umami taste 好好吃喔 我沒有很 我在台灣沒有非常喜歡吃烏魚子 一兩天就夠了 在這邊感覺可以吃很多 Aderlego的烏魚子真的很不錯 而且跟台灣的烏魚子 無論是口感或味道 都有很大的不同 就等你親自來品嘗了 OK Lila 我們現在要去漢船 是 好遠了嗎 不遠了 這裡從來五分鐘 好 五分鐘 好 讓我們去 好 等一下 我們先去 每次我看到一堆園 我總是要把這個鈴鐺 我可以把這個鈴鐺 因為每次跳照常都沒辦法玩這個 對 我很想玩一下 可以嗎 對 當然 反正都沒有人在 準備 出發 填飽了肚子後 我們再度登上遊艇 繼續朝漁場前進 你們的命都在我手上 我現在感覺好有power喔 哪一方向 哪一方向 原本以為這一次可以直接到達漁場 沒想到錯過了潮溪的時間 所以立刻帶我們到另一個沒有對外開放的美麗小島 這裡是一個遺棍 遺棍遺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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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遺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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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遺棍遺棍 所以很容易抓到牠們 對 好聰明喔 這個小島其實就是當地漁民出海捕魚的前哨站 喜歡小動物的我發現了島上居然有很多兔子 原本以為這些兔子都是野生的 後來才知道他們都是漁夫養的 除了能當寵物之外 也能拿來當食物 這個小島跟Ado Lito的其他地方一樣 很美 而且有種神奇的魔力 一股讓人不想說話的魔力 漁夫們各自忙著自己的事 練了忙著調製美味的醬汁 攝影師跑去拍自己想拍的畫面 每個人很自然地做著自己想做的事 在這個美麗的小島上 每個人都找到放空自己的方式 聞到烤魚的香味 才知道吃飯的時間到了 擺到這個漁夫的小島真的好棒 這個就是他們主要休息的地方 然後他們就是說 我們出海鮮 一定要先吃個很豐富的 很豐盛的一個中餐 因為要吃飽肚子 出海才會有東西可以吐出來 他們應該看我就知道 我應該吃了那種會暈殘的 沒關係 先吃飽再說吧 哇 看起來很棒 好棒 最正宗的烏魚子 烤魚 一人吃一條 配上特製的醬料 這就是我們的中餐 我們吃飽飯了 準備要出海了 OK,Lila 我去哪一艘船 我們會去這個 這個 這個是漁船 對,漁船 然後在俄語言 這個就是 吃完飯 我們再度上船 現在我們要關閉門 因為我們要去 OK 這回是真的要去捕魚了 十分鐘後 我們來到了漁場 有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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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剛剛在看 他們的捕魚方式 其實是用這個 雜蘭方式 然後他們就 用了這個 整個都圍起來 然後他們 漲巢的時候 魚都會進來 這個迷宮 退草車他們出不來了 目前我們看到的 都是Seabrain 不是烏魚 其實 然後他們就是會 從這邊一直挖一直挖 然後看尺寸 有一些就這麼大而已 他們就會丟回去 看到他們是過關的魚 你看 比我的手大 再小一點就不行 原本以為出海後浪會很大 可能會暈船 會吐得很慘 會很興奮的看到一堆魚 在甲板上跳來跳去 結果這些事情都沒有發生 整個捕魚的過程 出意料的平靜 漁夫們很悠閒的撈魚 魚很容易就被撈起來 一人都感覺不到工作的壓力 輕鬆的工作 快樂的生活 我想這就是 Etoleco漁民生活的方式 憑了告訴我 因為水流的關係 烏魚群沒有游到圍欄裡 即便如此 這次來到Etoleco 還是非常開心 因為我們體驗到了 最輕鬆的生活 建設到了最環保的骨魚方式 當然也看到了一輩子 都忘不了的美景 Etoleco的人真的很有熱情 因為其實我們本來的行程 今天是非常簡單的 就是醒過來 然後去捕魚 然後看烏魚子 然後他們怎麼賣的 然後不知不覺 就是逛了一整個小鎮 然後也被拉去這邊拍 也被拉去這邊拍 然後也被拉起來拍馬場 我會說 非常有趣 因為每個人都很興奮 他們想要我們 有很多東西 原本我們沒有想要 看這個場景 我知道 兩天的時間裡 這裡的人熱情地接待我們 像是一場又一場的表演 讓我們感受到 Etoleco真的很美 用任何文字 都不足形容 他給我的感覺 最好的方式 就是安靜地體會他的美 對 到底希臘的烏魚子是怎麼做的 為什麼長得跟我們的烏魚子不一樣 相信你也跟我們一樣好奇 接下來就讓我們到Vila的工廠參觀參觀 爸爸 這個方向嗎 對,當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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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心 因為他們讓我參與這個最後一個步驟 那我發現來到這邊就真的是 已經變得不一樣的味道 因為在那邊是很純的烏魚子的味道 然後現在就帶了一點點的甜味 對 因為他們又用辣 然後他們是用全紫然的辣 OK OK 讓它乾 等一秒 OK 拿它從另一邊 好 好 完美 太乾了 很棒 對 OK 誰可以擁抱你 OK 將醃漬過後的物魚子 用蜜辣封除 天然 衛生 這就是來自地中海的美味 我們這一次的希臘外景 在雅底看到古希臘的文明 在卡蘭帕卡看見了天空之城 在Santorini看見了藍白天堂 在Etoleco體驗了地中海漁夫的生活方式 而今晚就在Lila夫妻歡送的晚宴中 我們行程畫下了完美的句點 好 好